這次是要交水上飄 水上行走 首先 首先到這個地方 拿飛機這個地方 拿飛機這個地方 往前拉近 好就在這邊 然後 到這邊 對這個牆壁 然後貼近牆壁 然後行走到左邊然後 水到胸口的地方舉槍 然後他自動會換成小刀 這樣就代表已經成功 然後再往回走 大概走一點點 因為等一下我要交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bug 對這樣子往 往前走一點點 好再往回走 這邊 這樣就已經完成那個在水上的行走方式或在天空中 的方式 好接下來 按暫停 我舉例在這邊 那個黑色點那邊 從這邊這樣 等下右轉然後再左轉 到這個 這地方 水道的地方 對 直接跑過去 然後等等 只走過去再左轉 再右轉就會進入那個下水道的 地方 好到下水道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出入口 然後上去 然後左轉 一直往前走 之前我有發佈一個影片 也有教導在這邊 然後進去之後就可以在市區的地底下 市區的地底下殺人 任何都可以 非常的賤的一個招式 我覺得啦 還是少點用 怕被人要檢舉之類的 可是可以玩玩 假如要殺人或報仇的話 可以用這招來報仇 好 謝謝 好可怕 我是酷炭的 可以用這招來報仇 有別人說 可以用這招來報仇 我可以用這招來報仇 可以用這招來報仇 我可以用這招來報仇 我可以用這招來報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